Hello 大家好 我是AVAS 歡迎大家來到Fighter E系列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覺得考完DSE之後 好像已經完成了人生最大的目標 導致突然覺得好像沒什麼可以做 就算你想到有什麼可以做 可以打遊戲 或者你睡在這裡 或者你去唱卡拉OK 什麼都好 發覺可能過了兩三個星期 就應該想我已經考完DSE了 等下放不放 這個暑假真的沒什麼可以做 怎麼辦 那就對了 一定要看完這條影片 看完這條影片 保證你找到你自己想做的事 在看影片之前 不妨給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第一時間更新了 我想說 我現在的聲音有點不舒服 我的氣管有點敏感 所以 如果一會大家聽到我的聲音有點不對勁 還請見諒 開始可以說回正題 第一件事 現在很多人都說了 疫情這麼久 已經在香港這麼久了 有沒有想過去grad trip 畢業旅行 近這十年 越來越流行畢業旅行 中學畢業之後 應該要去旅行 讓自己放鬆一下 跟一班自己相識很久的同學 可以去一下畢業旅行 也是一件不錯的事情 而很多人的首選都會去台灣 因為它近 便宜 再加上這一代 我相信你們的普通話一定會好我很多 所以你們去到台灣 也不用怕語言溝通不了 另外有一個不錯的地方 現在很多人都說想去日本 因為日本的物價比較低 所以很多人都會去日本 如果大家突然想去台灣 去日本 又要搞機票 其實小小買賣 也可能在說五千多 甚至乎一萬元 又不想窮遊 但又想豪遊一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香港也可以旅遊 這裡有買個小廣告 可以看我的跟著路貼走 大家也可以想想 除了外地之外 其實香港也是一個不錯的旅遊地方 可以想想去走不同的山 除了可以去走不同的山 其實香港也會有平洲 漁景灣 長洲 甚至乎很多不同的藝術館 可能大家都沒有去過 可以趁這段時間去一下 身為一個香港人 要了解一下香港的特色 另一件事大家必須要準備 如果你已經知道 或者你已經報了Grad Dine 即是Gradulation Dine 即是The C Inn的話 你不要想去到最後一個星期才準備 其實有不少朋友跟我說 去到這次演員才後悔 為何他們要戴眼鏡呢 就是因為他們的戴眼鏡沒有那麼快到 我記得有些女同學 她打算配戴眼鏡 但因為她配給我錢 她還未到戴眼鏡 我們找她拍照時 她就脫了戴眼鏡 不找她拍照時 戴上戴眼鏡 整個Grad Dine 她都很不自在 因為要經常想要戴眼鏡 戴眼鏡 戴眼鏡 所以我覺得配戴眼鏡 可以早點去準備 另外就是你趁有空的時候 就可以上網做這些顏色測試 拍照 她就會大概跟你說 你適合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就會盡量去看看 究竟是黑色 白色 紫色 藍色 粉紅色的裙子 哪一件適合自己 如果是男生 更加要想想想你想買G2000的西裝 還是想去荷里活廣場買西裝 除了衣服上的準備 女生就更加想化妝 尤其是有些本身是非常Sporty的女生 你想想想你要化妝 完全是口紅的唇色 你都會覺得 蛤 這麼多隻哪一隻適合自己 如果想自己一手包辦整個Grad Dine的 自己的妝容 其實也可以用不同的影片 去增進一下自己的化妝技巧 再加上剛剛不是說要去Grad Trip 其實你在Grad Trip之前已經可以留意 或者你可以在香港試 某些開架的分牌 如果在日本或台灣買到的會便宜一點 那你去Grad Trip的時候就可以順便試 買一買回香港 那你Grad Dine的時候就可以用了 是不是一舉兩得事 那去到第三樣東西 如果你說省成本一點 極度建議大家學打字 如果你說你有一點本錢 又想學一些特別的東西 又不想學一些那麼普遍 例如你又不想學鋼琴 又不想學吉他 那你就可以去想一些小眾的東西來學 可以報在短期課程 例如有些類似 咖啡拉花 陶瓷班 Yukulee 木箱鼓 iffany,你ишь 手指球 你可能是操板 或是比較喜歡低賤 那你可能去玩玩遊戲啊 練習射箭 如果你想去學游泳 其實我覺得一至三個月去學的東西是不難的 前面說的三個東西都是關於錢字的 如果大家出生一個比較基層的家庭 錢是絕無僅有的 而你可能讀大學或大專的時候 是說未必有這個錢讓你讀到這個書 大家就一定要想一件事 第四件事 暑假可以做的事就是打暑期工 其實樓委費的五千元是不難賺的 你本身那條路就打算不是讀大學的 可能是讀一些關於設計 或是時尚設計的 類似hi-deep 或是飯碟 都是想讀設計 是跟自己樣子有關的話 你有沒有想過去一間化妝品公司 做暑期工作 銷售 我本身可能從小到大打機 打機打到我已經打字熟了 很厲害 你又想賺外快 會不會找工作專門入數據 打字的幫人 那些其實都說 有機會是五十元的一個小時 在看這條影片的你 你本身中學成績比較好 你有機會想想 會不會包含隔壁輪社的小朋友 補習都可以賺外快 前面的公眾 可能對於很多人來說 都有一些很理想性的工作 但現實的世界 在中學時期都沒有找到自己的興趣 又或者是其實又不懂得打字 然後對自己的移用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 而可能去到這一刻 都還沒想到自己要讀什麼 但都是想純粹賺錢 可以想一下Rater這個行業 因為這個行業入職的門檻 相對來說 是比很多的行業都低的 如果大家對於可能我做過的 類似part time 或者散工 有興趣 不妨留言告訴我 我可以開一集新的 去再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我出去做散工或者part time 的時候的經歷是怎樣 和我想像中有什麼出入 以上這四件事 去畢業旅行 準備借私意 去學一些獨特的東西 去做暑期工 就是我給大家四個特別的方向 都是想跟大家說一下 廢了的時間 就不能回頭 如果大家是真的想自己的生活 覺得有一點點意義的話 不妨去掙扎自己 或者去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 就可以趁這些時間 去發掘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我這集的內容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不要忘記 一定要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